大家好 全球科技事件 我们今天关注到 解放军正在筹建第五军种 那么它的名字叫做高超音速近空部队 那么这支部队的建设 那么以及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 有哪些具体的进展 我想呢 全球都非常关注 这也代表着中国军事科技的快速发展 在中美两国军事科技博弈方面 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另外一方面 当前全球科技界的热点议题 就是OpenAI这一组织的内斗 那管理层之间不合 大家呢 这个相互PK 而且充满着戏剧性 不管怎样呢 这样的一个内斗呢 已经引发了科技的一些分裂 我们呢 来为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说明 最近呢 就传出解放军出现了第五军种 组建高超音速的这个啊 近空指挥部队 那么根据中国军方 科研论文的披露 解放军组建世界首个 近空指挥部队 那么 暂时负责执行所谓 精准无情的攻击任务 看起来呢 肯定是非常精准 这个 这个科技含量非常高 而且估计呢 也是无法防御 香港南华早报 在11月20号的时候 引述了这篇军事科技论文 进行报道指出 解放军 即陆海空 和火箭军种之外呢 出现了第五个新的军种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 研究人员透露 中国建立了一支 配备专业高超音速武器 直接听命于 解放军最高层级的 近空作战指挥部队 这个里面呢 当然包括了中国 最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 当然目前呢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呢 还不清楚 这支部队建立的确切时间 南华早报呢 无法独立核实上述消息 但无论怎样呢 我们能够看到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 他的这篇论文 是十月份在第十一届 中国指挥与控制大会当中 所提出的 如今已在中国大陆 主要的学术资料库 被公开了 换言之呀 这是一个公开文献 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只要 这个上大学 或者读研究生 更高 比如说博士 博士后流动站等等 我相信呢 你在写论文 其实你和这些 学术的这个文献库呢 你肯定是要打交道的 对吧 那么都要查阅 各种各样的论文 而这些公共论文呢 实际上都是公开的 当然我们一般 普通老百姓呢 平时大概率呢 不会去 这个到图书馆呀 到这个 专业的这个 学术论文去看 因为一般来讲呢 它是有很高的 学术门槛的 很多东西呢 未必读得懂 不是我们在网络上 看的一些 自媒体呀 或是一些 报章的文章 这是不同的 读者受众 因此呢 我们说 即便是在 学术资料库公开 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呢 这是一篇公共论文 公共的文章 那么中国国防科大的 研究团队就说 近空 近距离 或者叫做 这个近地轨道 这个空间 也就是说呢 离地球 这个表面呢 可能是 这个几百公里以上的 这个近地轨道 已经成为能够 决定未来战争 结果的激烈的 竞争领域 其实说到近空呀 如果大家 对一些消息敏感的话 就应该能够想到 美国的科技狂人 马斯克旗下的什么呀 星链卫星 它就是近地轨道的 这个星链卫星 那就是小卫星 那么这个轨道上呢 其实科技的博弈呢 正在不断的加强 中美两国呢 都在进行布局 我们看到 那么 相关研究人员就说 近空司令部 在装备之后呢 不但能够无情的攻击 重要的目标 还能够透过 自主无人机 和间谍气球 在全球进行高空监视 其实中国如此 美国的星链网络 美国的近地的 这个侦侦卫星 在做同样的事情 作为大国呀 其实 每个国家 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安全 构筑非常强大的 高科技的这个情报 和侦查网络 这一点呢 再正常不过 只是说 有的国家 你想做 你是否能够做到 技高一筹 是否能够 这个你的科技含量 能否超过别人 大家比拼的是 军事科技的真正实力 那么近空呢 指的是从地面 20公里的高度 延伸到 100公里的 这个区域 这个这样的一个区域呢 由于它的空气稀薄 无法支持 飞机的飞行 那我们知道 飞机需要燃烧燃料 对吧 那么它总归呢 是需要 一些这个 这个我们说 空气当中的养含量呀 养含量呀等等 那么这个区域呢 通常被军事操作 所回避 因为很多的航空技呢 根本上不去 而高超音速武器呢 能够在近空以内 以超音速 五倍的速度飞行 换言之 掌握高超音速 武器技术之后呢 那么这样一个空间呢 就已经脱离了 以前的 我们说的传统的 作战飞机 无法到达的 这样一个限制和约束 就可以呢 直接到达这一区域 因此呢 它的不可预测的 机动能力 足以迷惑 完整的这个任何国家的 防空系统 那么中国方面 在高超音速武器 这一先进领域的 军事科技研发 是领先于美国的 美国呢 到现在 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呢 还多次失败 这是一个现实状况 那么这样一篇 在十月份的 第十一届 中国指挥 与控制大会当中 所发表的论文呢 特别强调 部队最重要的任务 是帮助中国 在战争中获胜 高超音速武器将瞄准敌方的核心军事资产 如巨型的天线 或主要的通信枢纽 要一次性把你中枢神经 直接打断 让你呢 变成战场上的瞎子 战场上的笼子 战场上的哑巴 让你听不见 摸不着 看不清 因此呢 把你的巨型的天线 雷达系统 通信 核心网络 把你直接摧毁 因为这种战略型的武器呢 你肯定不是用于战场消耗 对吧 战场消耗一般的火箭弹呀 炮弹呀 导弹呀 对不对 攻击你的军舰 打击你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陆地上的陆军 等等 这个呢 叫战场消耗 但是呢 这样的武器啊 属于战略有武器 它主要打击呢 是对方的核心资产 就是要把你变 变龙 变雅 变虾 另外呢 我们说 近空部队 还可以瞄准 民用基础设施 像美国SpaceX的发射台等等 那么这样一些设施本身呢 当然可以做到 但是要看 你这样的设施 是否被美国 或者其他国家 用于所谓的 军事用途 对吧 因为你这些 涉及到外太空的一些 这个间谍侦察 各方面的这些 设施本身呢 表面看起来 平时你是发射 卫星 那么在战时的时候 你可能立刻就会变成了 发射导弹 发射这个太空武器 到时候说不定呀 首先就要把你摧毁 这当然了 这些呢 都是战场假定 对吧 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真正的进入实战 那这个也不可能说马上 毫无理由的就跑去攻击啊 某某国家的什么 什么发射台 什么什么啊 通信设施 什么雷达站 这也不至于 而只是说呢 在战场上 军事科技方面呢 大家是一种博弈的关系 对吧 你有你的能力 我有我的实力 我要展现出来 让你呢 让你有战略的 这个威慑的效果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所谈到的 中国的这个正在解放军出现的第五军种 组建高超音速的进空指挥部队 那么这件事情的影响呢 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且看后续的发展 另外一个这个最新的进展呢 也涉及到军事科技领域呢 就是中国的福建舰 那么暂时离开了码头 那么有希望呢 在今年要执行海事 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呢 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呢 11月19号 短暂的离开了港口的这个码头 那么因此呢 我们看到军事专家就认为呢 福建舰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呢 可能是执行倾斜实验 或清理之前船底的这个淤泥 而且外侧的这个航道上的 像上海的乌松口 那么零号卯地船 也开始呢已经清空了一大半 那么都被后续的一些试验呢 要做足准备 那么我们说 香港的军事评论员认为呢 福建舰进行的重物小车 电子弹射实验 是在第三号电子弹射器进行的 这项实验是模拟飞机 在甲板的弹射起飞过程 在海事前和海事之后 都会进行多次 但他认为福建舰应该很快进行海事 应该不会推迟到明年 福建舰去年六月份 举行了下水命名仪式 官方将按计划开展一系列的试验 包括航行的试验啊等等 那么我们看到 随着中国的海军作战能力的加强呢 潜艇技术和水下侦察能力 也在不断的进步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就说 中美两国军队之间的一项主要差距 正在快速的缩小 美军的潜艇全面碾压中国啊 这个水面作战艇或是水下潜艇的时代呢 即将结束 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军事科技的进步呢 是非常快的 另外我们看到当前呢 中国已经在啊周边的海域 那么部署了所谓水下长城 那么有非常多的水下感测的网络 那么能够大大的增强 探测敌方潜艇的能力 并且添加了非常多的啊 这个固定翼的啊飞机 以及呢直升机要提升所有的反潜的能力 那么这一方面呢 我们说关于军事科技的发展方面呢 那么中国方面 无论是在禁地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啊部署 和相关的部队的构建 还是在航母的相关的试验的进程 以及在潜艇作战方面科技能力的提升呢 都是当下中国军事科技进步的一个具体的展现 而如果放眼全球科技最近几天的热点事件 当然属于OpenAI 也就是ChairGPT的母公司 这样一场72小时的攻斗剧 反复的出现反转 同时也引发了全球科技界 更为深层次的分裂 我们看到OpenAI的董事会 在11月17号 开除了创始人奥尔特曼 这个事件呢发酵超过了72小时 不单是一场公司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 在更深层次方面 也显示出全球人工智能AI 啊 那么两大派系 也就是所谓的新奇主义和末日主义之间的对垒 所谓的新奇主义呢 也称之为叫做有效加速 那么主张无条件的加速科技的创新 通过快速的迭代来颠覆整个的社会结构 迫使人类不断的适应新科技发展的步伐 而奥尔特曼和OpenAI的前董事长布罗克曼 显然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性人物 那么想加快运用研究成果来加速整体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步伐 而另外一方面呢叫做末日主义的这个派系呢 认为所谓的人机对齐的主张啊 人和机器之间要对齐 那么主张呢 谨慎控制AI的发展速度 不可以让AI有任何失去控制的可能性 要确保它的底层逻辑不伤害人类 那这一点呢作为底线 而且要和人类的意图和价值观要对齐 对吧 它要成为人类意志 人类利益 人类价值观的附属品 或者至少呢是要成为伴侣 而不能够超越这一范畴 而OpenAI的首席科学家苏茨克福 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么根据了解 苏茨克福曾经在董事会会议上提出不满 指出奥尔特曼加速推动 AI部署过于冒险 会议结果变成了是一场大辩论 引发前者推动了奥尔特曼的出局 那么我们说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 也是一个默认主义者 换言之呀 他对于AI的毫不受限的快速发展呢 持悲观态度 他也是OpenAI最早投资者之一 却在AI安全与商业化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他在2018年呢 当时的特斯拉的总裁马斯克 就和AI公司 就是OpenAI公司分道扬镳了 我们说最新的进展呢 是奥尔特曼加入了微软 或许呢 将会令AI行业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尽管奥尔特曼已经被微软拼请 那么世界距离完结还很遥远 它可能会引发AI界人士的大风吹 令AI行业内的竞争更为激烈 更为重要的是 AI企业在商业和社会责任之间的 这种微妙平衡 以及AI这两个派系之间的对立 斗争撕裂 那么会继续对AI行业 它的前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不同的主张 不同的思考 就会在具体的行为上 那么产生分歧 那么就会在事后 AI科技的发展上呢 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看到 路透社的报道就指出 OpenAI的董事会开除奥尔特曼之后 曾经与竞争对手 那么联合创始人 那么他的首席执行官 阿克莫阿莫迪 那么进行接触 就两家公司的潜在合并 进行了商议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进展 那么另外我们说呢 阿莫迪本身就是一个 末日主义者的代表性人物 原本呢 也是来自于OpenAI 因为担心公司偏离其最初 对高级AI的安全性的关注呢 他在2020年的时候 就另起炉灶 有微软支持的OpenAI 正与谷歌和亚马逊所支持的 另外一些公司来展开激烈的竞争 特别是聊天机器人 这个Chad GPT 兴起之后呢 那我们看到 各个主要的这个 AI方面的大玩家 都在积极的招募研究人员 要加快产品研发和扩大客户群 但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这两种不同的主张 不同的这个思考 一个是兴起主义 要求技术快速发展 从而推动社会变革 推动人类要主动 适应科技的发展 那么这样的一个主张叫新奇主义 亦或是末日主义要强调 人和机器 人和AI之间 要对齐 价值观 意识形态 包括人类的利益 绝对不能受到伤害 这样的主张之间的PK呢 目前形成了两个 完全不同的阵营和派系 那么人类科技发展上的 这种撕裂呢 也是越来越深 我们看到这一场的攻斗戏 看热闹的同时呢 我们也要看到 对人类科技发展 所带来的影响 甚至是 所带来的伤害 那么未来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 全球热点事件 我们关注到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 达成了停火协议 这样一个突然的消息 让外界感到 相当的震惊 在战场之上 水火不容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的 这样一个关系 现如今 竟然能够达成一个 临时的停火协议 表面看起来的震惊 其背后 必然有其客观的逻辑 客观的因素 在推动者 我们看到 无论是中国 美国 或是欧盟方面 都在表态 甚至呢 中国方面 接触金砖峰会 特别峰会 还有具体的动作 具体的行为 那么 这些外交的努力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扮演了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联合国方面 所通过的一些决议 那么对以色列 所形成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哈马斯方面 也已经证实了 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哈马斯在这个表态当中 还特别感谢了两个国家 一个呢 是卡塔尔 一个是埃及 要知道呢 埃及和卡塔尔呢 在中东地区 特别是阿拉伯世界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那么因此呢 实际上的这个 斡旋 包括谈判的 这个组织 协调方面呢 那么埃及和卡塔尔 扮演着重要的这个角色 也就是抛头露面的 国家 那么其背后呢 当然我前面说的 中国美国和欧盟的态度 等会来向大家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次这个停火协议当中的 具体内容 根据哈马斯 所发表的声明指出 经过多日艰难和复杂的谈判 哈马斯和以色列 达成了一个 为期四天的短暂的人道主义 临时停火协议 那么在这个声明当中 谈到了 以色列军队 要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而哈马斯 给出了什么样的条件呢 就是释放五十名人质 这五十名人质 主要呢 就是父女和儿童 而作为交换呢 以色列方面 也将从监狱当中 释放一百五十名 巴勒斯坦的妇女和儿童 声明当中还透露 双方将允许 再由人道主义物资的车辆 进入加沙地带 而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实际上也是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的决议当中 要求以色列必须 考虑人道主义的措施 那么要求相关的车辆 能够进入的一些条款 也就是呀 以色列方面呢 是借了一个楼梯赶紧下来 否则接下来的局面呢 恐怕是难以控制 不管怎样 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 虽然只有四天 虽然双方的交换的人质呢 也并非全部 而只是几十人 那么巴勒斯坦方面 能够得到150人的人质的释放 但无论怎样呢 我们说 这场战争当中 已经这个死亡的 一万多名巴勒斯坦人民 当然也包括以色列方面 一千多人的平民老百姓呢 实际上呢 都已经失去了生命 这场灾难呀 远未停止 未来四天之后呢 恐怕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 会持续下去 至于人道主义的物资的运送 是短期行为 还是长期都能够把整个的人道主义通道打开呢 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而以色列方面 也有很多的强硬派声称 围剿哈马斯 以及加沙地区的战争呢 永远不可能停止 看来呀 表面上的所谓停火协议呢 只是战时的喘息 长久的这个局势呢 不容乐观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全球的局势方面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一次的短暂的停火协议 首先我们必须要说 啊 来看到这个以色列背后的最大支持力量来自于美国 而美国方面的拜登团队已经警告以色列 所剩时间已经不多 美国已经在被迫要求以色列停火 那么这在外交层面也在给以色列施加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关的决议之后 那么我们看到 随着整个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引发全球越来越多的强烈抗议之际呢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美国的这个总统团队的啊 这个一些高级官员们都不断的发出声音要警告以色列 以防在加沙通过军事情动实现其既定目标呢 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外界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 抑或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等 最近在以色列方面的私下谈话当中 都明确的强调了这一点 特别关于未来加沙地区究竟由谁来统治 那么美国方面的态度非常简单 以色列不可以长期的占领加沙地区 更不可以在加沙地区扶持以色列控制的军政府 或是呢这个所谓的傀儡政权 这样子如果按照以色列的这种做法的话 那么美国如果同意呢 那么美国在国际上呢 恐怕就会背负更多的骂名 另外一方面我们说 关于现在的加沙地区 以色列的作战的这个方式方法的问题呢 美国方面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既然美国承受压力 美国就要把这个压力呢 向以色列身上呢来进行释放 那也就是说呢 问题出在你身上 对吧 你让我美国来背锅 短时间之内给你扛一扛 问题不大 你让我长长久久的帮你来扛这些事情呢 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每个国家呀 即便是关系好如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呢 恐怕也不可能啊 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啊 为你来背锅 那么前面我们说到的是美国方面的态度 我们再来看一看 金砖国家 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态度 那么最近呢 金砖国家组织破天荒的干了一件大事情 什么大事情呢 其实就是啊 召开了一次特别峰会 那么印象当中 这一次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 这场战争的金砖特别峰会呢 其实还是金砖国家组织的第一次峰会 应该说是呢 是一次开天辟地的啊 新的这个啊 国际局势的一种呈现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针对某一个单一重大事件 那么这也是第一次啊 换言之呢 本次婚会主题和什么金砖国家组织扩原 金砖国家组织共同货币 什么金砖国家组织发展章程等等 都没有关系 就是针对于当前的巴以这场战争 大家一起来开个会 所以呢 这个效果本身自然是非同反响 同时呀 这也是金砖国家扩容忠厚之后呢 11个成员国第一次的全体大会 那么更是受到世界的关注 那么前面说了这么多啊 那么这么多个第一次信号当然是非常明显 金砖国家组织作为国际社会一支 积极稳健建设性的力量 正在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 我们看到当前的形势呢 的确非常的紧急 战争在继续 加沙在哭泣 已经有1300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民死亡 其中就有9000多名的妇女和儿童 可见呀 这场人道主义灾难啊 这个相当的严重 也就是说 加沙230万人当中 每2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炸死了 这就是人间地狱 加沙10万火急 迫切需要停火 但是呢 停火的呼声 国际社会的这些意见抗议外交的举措呢 以色列完全不管不顾 完全无视 那么一再的被拒绝 以至于联合国董秘书长古特雷斯 都痛心疾首 正目睹当前对平民的杀戮 是他是古特雷斯 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 任何冲突当中都没有见过的 那这是古特雷斯自己的一番表态 国际社会当然也已经看不下去了 在不久之前 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 那么以压倒性的多数 要求立即实行停火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呢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外长 一起组团到访中国 和中国协商 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中主持公道 所以我们看到 金砖国家呢 也看不下去了 在轮值主席国南非的要求之下 召开金砖国家紧急视频会议 商讨八一局势 而我们知道呢 南非最近呀 已经召回了 驻以色列的大使 这在外交层面来说呢 是非常严厉的抗议 那么以色列方面呢 作为外交对等 也已经召回了驻南非大使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一次参加金砖十一个国家当中的分会呢 除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外呀 参加分会的都是各国领导人 比如说南非总统拉玛福萨 巴西总统卢拉 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埃及总统赛西 伊朗总统莱希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埃塞俄比亚的总理阿比 那么另外呢 是印度和阿根廷 则是派了外长参加 在这次的特别分会当中 中国领导人的声音 更是受到世界的瞩目 因为呢 当务之急啊 这个中方呢 提出了三点主张 第一点主张就是 冲突各方要立即 进行这个停火指战 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要释放被扣押的平民 要避免更为严重的森林涂炭 大家注意这些用词啊 森林涂炭这种用词呢 其实就已经是啊 这个人间地狱的这种表达了 另外呢 第二点就是 要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 安全这个畅通 向加沙民众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的援助 停止强制性迁移 断水断电断油 等等这些针对加沙民众的 集体惩罚啊 应该说两百多万人生活在那么少的地方 水没有 电没有 油没有 什么都没有 啊 这样的人间悲剧 实在是呢 国际社会 如果一再啊 这个大家呢 这个能够容忍的话 那么这这简直呢 放在今天的什么现代社会 什么21世纪 什么什么什么全球化啊 什么联合国 什么国际规则 那就完全的这个啊 完全的等于说是呢 自己打脸了 所以这样的局面呢 绝对不可能不可以持续下去 第三点呢 就是国际社会要拿出实际的举措啊 不要空打嘴炮 对吧 只是在那里喊一喊叫一叫 没有用 因此呢 要有实际举措 防止冲突扩大 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 如果中东国家都被卷入 大家想想看 那几乎等同于啊 世界各国都会被多多少少的卷入进去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媒体不仅报道了中方 要求立刻停火的主张 也突出了释放被关押的平民的要求 大家看一看 前面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所达成的四天的短暂的停火协议 当中就包括了双方所释放的被关押的平民 当然 在这个这个哈马斯这边释放了50名 主要是老人与儿童 妇女 那么 以色列这边呢 释放了150名的啊 巴勒斯坦的啊 妇女儿童和老人 那么这样的一种释放呢 虽然人数有限 但最起码呢 也是以色列 那迫于压力方面呢 那么形成了短暂的这个停火协议 我们说呢 停火只是一个治标 它不是一个治本的问题 它只是一个短暂的 对吧 让老百姓的日子呢 能够啊 稍微的缓解一点啊 能够呢 得到一些基本的资源的补充啊 让他们呢 能够暂时的呢 这个找到一些栖息之所 或者说呢 逃离战场 因此呢 我们说 治本就不能够漠视 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 特别呢 我们说啊 所谓的两国方案啊 等等这些政策 那么 除了中方领导人 所强调的中方观点呢 我们还看到 那么 这一次呢 普京也指出 巴以当前的问题 是美国一直垄断 解决巴以问题的 这种失败 由于联合国决定 遭到了破坏 不止一代巴勒斯坦人 是在这种不公正的感觉当中 长大的 那么另外呢 南非总统拉玛弗萨 也呼吁国际刑事法院 要紧急介入 起诉那些犯有战争罪的人 而南非的这一说法呀 其实呢 是非常的严厉 那么他 所指是谁 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南非已经召回了所有 驻以色列的外交官 不仅仅是大使 是所有外交官 当然以色列呢 也召回了驻南非大使 不管怎样 虽然国际社会的态度 都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但是代表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 金砖国家组织 这一次呢 那么召开 紧急峰会 特别专注于 巴以战争 这个议题本身的 我想 这也展现出 道义的力量 也反映出 金砖国家组织 在全球热点议题上的 话语权 正在快速的上升 那么未来 当然也需要把它 落到实处 看看究竟效果怎样 但无论如何呢 今天就传出来了 巴以双方达成 挺火协议 这件事情本身呢 是有它一定的意义 虽然这个意义本身呢 只是治标 而不是治本 另外我们说 前面我们介绍了 中国和美国的态度 中国呢 主要是从力挺以色列呢 转变成了 有条件的支持以色列 或叫做 为以色列 设下了一些红线 不可逾越 那么中国方面呢 主要是 利用国际组织 国际规则 那么在 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呢 不断通过各种 外交的手段呢 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同时呢 对这场战争呢 希望能够 尽快的停火 希望能够达到效果 而另外一个 国际这个板块呢 就是欧盟方面 我们看到 欧盟方面的态度 也非常的明确 和美国的态度呢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就是 欧盟方面最近表态 建立巴勒斯坦国 是确保 以色列安全的 最佳方式 我们看到 那么欧盟的外交 和安全政策的 高级代表 伯雷利 他在结束 中东访问行程之后呢 与欧盟的 27个国家的外长 举行了一个 视频会议 他在会议上说 他的此行 那么出访 中东地区 得出的基本 政治结论就是 创建巴勒斯坦国家 对于以色列的安全 才是最佳保障 否则的话 你总是欺压 隔壁的这些 不同族群 那么你又如何能够得到 所谓的安全呢 那么伯雷利 在此之前就表明 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激进组织哈马斯 眼前的交火结束之后 以色列不应该占领加沙 那么这一态度本身 和美国和全世界 几乎所有的国家呢 都是一致的 那么欧盟方面认为 应该把加沙的控制权 移交给巴勒斯坦 权力机构 他在议会 纪要当中就说 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 那么必须推进对加沙稳定 和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 这个建设的这种思考 同时呢 他也敦促联合国安理会 迅速落实 这个呼吁立即在加沙实施 人道停这个停火的 这些决议啊等等 但无论怎样吧 我们看到当前 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方面 所施加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 那么以色列未来 如果想继续 此前那种狂轰滥炸 完全无视国际或这个社会的呼声 那么我们看到 联合国安理会 已经通过相当局相关的决议 以色列如果完全无视的话 那么联合国就可以召开 成员国呢 来进行这个投票 提交一些方案 对以色列实施经济制裁 或是武器军衣禁运 甚至呢 这个联合国派出维和部队 是有后续的手段 当然美国有可能投出一票否决权 但是美国必然会背负更大的国企社会的压力 这是美国方面当前进退两难的一个现实状况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